哈喽 每周都更新的君君来了 最近随着赵丽颖 林克星二二大的古装剧《雨凤行》热播 也让两人多年前合作的古装剧《楚桥传》又再次引起热议 当年《楚桥传》结局让好多观众看傻眼 大家一直期待能有续集 想不到没等来《楚桥传2》倒是等来《雨凤行》 以下是网评最希望原版人马重剧拍续集的录剧 特不识 一起来看看吧 网评希望原版人马重剧拍续集的录剧特不识 杨幂 李一峰 古剑奇谈 当初古剑奇谈的结局也让粉丝无法接受 大家想知道秦雪有没有找到图苏 秦雪四方寻找图苏 踏遍山河 不断寻找 不断回忆 最后秦雪回到桃花谷 守着满谷 烂漫 桃花 刻下鱼子偕老的誓言 大家还是想跟秦雪和图苏重逢 而且灵月和福曲感觉也还有故事 可以讲 不过都这么多年了 古剑奇谈应该不可能拍续集了 而且男主李一峰遭封杀 杨幂 迪丽扎巴等人 也都成为顶级明星 不可能再原版人马了 旺平希望原版人马重剧拍续集的录剧 他不久 杨子 邓伦 香蜜沉尽如霜 香蜜沉尽如霜也一直被瞧晚出第二部 其实剧版已经把小说剧情演完了 虽然有些角色背景设定 故事发展不同 但主要情节没变 结局也是紧密在人间被刺婚 虚风去抢亲 两人重逢 结局还出现两人的儿子唐月 真身是一只白鹿 其实在小说方外片 两人还有一个女儿 真身是凤凰花 所以网友都希望 如果有第二部可以演他们下一代的故事 之前网络就在传 香蜜沉沉进入双二 会是白鹿和刘音的女儿的故事 所以就算真的拍成 也不会是杨子 邓伦 隆一些回归了 旺平希望原版人马重剧拍续集的录剧 套跑8 徐凯 张荣荣 从前有作《灵剑山》 徐凯和张荣荣主演的古装线下剧 从前有作《灵剑山》 也一直被许多剧迷敲稳 想看续集 这部剧播出时热度很高 沙雕搞笑又高甜 徐凯演的臭转 王鹿超级可爱 和张荣荣意外有CP感 从前有作《灵剑山》 结局王武和王鹿互相亲吻 应该是幸福在一起 可是王武却永远忘记了 他曾经深爱的大师兄 之前《灵剑山》有传出要拍第二部 但能否聚集原版人马 有点难度 王鹿希望原版人马 重剧拍续集的录剧 Top7 刘诗诗 刘雨宁 一念观山 武侠剧《一念观山》的结局 让很多观众忘不了 这是一部群像剧 剧中每个角色都塑造得很饱满 人人心怀家国大义 愿意为了百姓 为了同伴而牺牲 全员逼艺 后半段赚足了大家的眼泪 很多人看完之后 都久久无法平复心情 一念观山都全员逼艺了 出续集应该有点难度 但出个前传也好呀 当初结局是 刘雨宁还发了微博 标记其他演员 问大家 六道堂前传演不演 虽然《一念观山》 应该不会出第二集 但至片方 《柠檬影视》预计推出 同系列的剧集《一念江南》 是流浪的女飞贼 被贬的芝麻官等人 群像故事 全新世界观 看剪辑感觉很精彩 网平 希望原班人马 重去拍续集的录剧 Top6 赵领 林更新 楚桥传 最近赵领 与林更新 二大的古装剧 《雨风行》热播 好多剧迷都在问 那么楚桥传第二季呢 当初楚桥传 网不量 中破500亿大关 相当热门 然而改编自小说的 楚桥传 其实只演了一半的故事 当楚桥 终于对宇文悦 表白心意时 宇文悦 众生坠合 楚桥也掉进去 然后 他体内的灵力被唤醒 接着就解决了 让大家看傻了眼 小说后半段开始讲 楚桥和宇文悦 甜蜜的爱情 两人携手 结束混乱局面 建立青海国家政权 这才是应该拍的重点啊 每次只要提到楚桥传 网友都忍不住想问 宇文悦到底是不是 后才要被捞上来 都快变合神了啦 不过 楚桥传要原本人马回归的几率 几乎是零 赵领 林更新 窦霄 李庆 邓伦 后来都成了炙手可热的演员 找这群班迪再拍 太难了 而观众没能等来楚桥传二 但等到赵林 雨林更新 二打雨凤星 也不错了 雨凤星还藏了不少 楚桥传的联动彩蛋呢 像是同款兔子灯 同款聚合镜头 楚桥传没圆满的结局 到了雨凤星 很圆满 网平希望原本人马重剧拍血集的录剧 Top5 余树信 张灵鹤 云之宇 云之宇是2023下半年冲出高热度的古装剧 几对CP故事线都非常有张力 然而偏开放式的结局让不少观众看傻眼 云之宇 稀巴烂这次条还上了微博热搜 当初大家想追云之宇就是冲着余树信和张灵鹤二搭 想看他们一元 苍然觉得遗憾 却没想到这一次两人也没有好结局 而大家都很爱到夜色尚浅同样不圆满 有人觉得云之宇的收尾很有余韵 脑补空间大 但有观众非常不喜欢 认为收得突然 有种看了个寂寞的感觉 不少剧迷很想看云之宇后续 像是云维山后来的下落 以及夜色尚浅CP 想看空上去反过来追击 网平希望原本人马重剧拍续集的录剧 Top4 罗云西 白鹿 长月静明 仙侠剧长月静明结局很有余韵 原本身为魔胎 无情无爱又残忍的谭台静 因为黎苏苏而学会了爱 并学会了舍己为人 谭台静最终为了苍生而牺牲自己 500年前夜西武死在了谭台静最爱她的那一年 500年后 苍九明死在了黎苏苏最爱她的那一年 因果循环 因果相续 长月静明的结局偏虐 其实原著小说 还有谭台静和黎苏苏的后续故事 小说中 谭台静的魂魄没有消散 而是在人间 转世成白子谦 两人的女儿紫密 还在人间遇到白子谦呢 后来一家三口 历经了一点点小小波折 却还是在人间重逢了 不少粉丝都很像看龙伊西和白鹿 来演这些后续剧情 看不够啊 望拼 希望原版人马 重剧拍续集的录剧 Top3 虞书信 王鹤蒂 苍蓝爵 苍蓝爵是2022年的热门线下剧 结局也让很多网友一难评 原本无法无天 无情无爱的三界第一霸 东方青苍 因为小兰花而学会了爱 西兰神女守护天下苍生 而她东方青苍 只想守护小兰花一人 因此东方青苍 选择牺牲自己 拯救苍生 不过苍蓝爵结局 还是有反转啦 但只没好了大约一分钟吧 就全剧中了 好多剧迷都说 想多看点东方青苍 和小兰花甜甜的后续 网平希望原版人马重剧 拍续集的录剧 Top2 成义 曾顺兮 莲花楼 很多录剧的开放式结局 都受得让观众傻眼 但莲花楼结局受得很好 会让很多观众念念不忘的那种 故事讲述 男主李向怡 20岁 问定武林盟主 明满江湖 却四处接仇 后来重伤落海 决定告别过去 用李莲花的名字活着 李莲花超级惨 初恋无果 重伤多病 武功尽费 结局最后并没有正面告诉大家 李莲花如何了 收尾方是偏虐 但李莲花同时也是圆满的 很多网友看完莲花楼都出不了坑 还有人说 想看这部剧出续集 剧名都想好了 就叫重生之李向怡传 或者拍李向怡称霸武林的前传 应该也会很好看 网平希望原版人马重剧拍续集的录剧 Top1 小战 王一博 陈情令 陈情令是被粉丝提名最多 希望出第二部的剧集 已经二刷三刷的粉丝说 再来500集都不嫌多 能不能再演一些 魏无线和蓝忘记再次重逢的剧情呢 不过 以肖战和王一博现在的咖位 加上单改剧也被禁 应该很难了吧 陈情令后续 其实还有推出翻外篇电影 生魂 讲温宁和蓝思追的故事 乱破 讲念明爵和念怀桑的故事 但两部电影动版评分都不高 分别是4.9分和5.4分 看来 大家还是更爱看 魏无线和蓝战的故事呢 好了 看完以上网评 希望原班人马重剧拍续集的录剧 特不诗 你最希望以上哪一部录剧拍续集呢 快乐评论区留言吧